我是中心社记者张建 这里呢是武汉雷神山医院的施工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啊 现场是人山人海 井然有序 大型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 据了解呢 这里有部分正在做移交前的准备工作 现在我们到里面的施工现场来看一看 在里面的施工现场呢 我们看到啊 工人师傅呢正在铺设地板 我们看到啊 是一派热闹的景象 各部门各个环节紧张而又忙碌 在这个房间呢 我们看到有设备安装师傅啊 正在安装化验设备 我们来了解一下 师傅请问咱们这边安装的是什么设备啊 这是许常规 这是许常规 就是这个 许常规 安装师傅说啊 设备呢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呢将安装完毕 这里是用来血常规的检测 那边还有尿液的检测 以及血泥的检测设备 在晚上通上电以后呢 就可以进行调试使用了 接下来我们到重症病房看一看 在走廊中呢 我们看到啊 这里的保持安静和静置吸烟的提示牌呢 也已经安装完毕了 走廊上的师傅们正在接通弱电 这一间呢 是已经安装基本完成的重症病患的隔离间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啊 医疗床已经就位 墙壁上的插座和开关等等相关设备呢 也基本完工 这里是空调也安装好了 卫生间里的马桶 热水器等等设备 均已经安装到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请童师傅啊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里的功能 有啥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病 这是医生来的缓冲区 医生在这个缓冲区 缓冲在进入病房 它这不一样 它空气到里面来 它进行换气了 你看这 你看它这个硬体干扭 也有呼架的时候 就以防上飞生间以后 有什么突发状况 可以按一下是吧 按那个硬体干扭 它这个药啊 吃早饭呢 是从这个里面进去 它里面还有下的 这边还可以紫外光进行消毒 是吧 这边是 它里面东西基本上都很安全 没有什么问题的 据了解呢 这里将有部分呢 在明天中午 也就是2月6号的中午呢 进行交接 首支医疗队 由湖北省肿瘤医院 和武汉市第一医院组成 医护和技术人员呢 选派约110余人 在这里呢 我们向所有医护人员 表示感谢 你们辛苦了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 所有参与建设雷神山医院的 每一名参与者 是你们让武汉人民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中国速度 加油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